第26章 保罗在亚基帕前为自己分数 亚基帕对保罗说 准你为自己辩命 于是保罗伸手分数说 亚基帕王呀 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 今日得在你面前分数 实为万幸 更可行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 和他们的辩论 所以求你耐心听我 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 并在耶路撒冷 自幽为人如何 犹太人都知道 他们若肯作见证 就晓得我从起初 是按着我们教宗最严谨的教门 作了法利赛人 现在 我站在这女受审 是因为指望上帝 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 这应许 我门十二个之派 就夜切切的事奉上帝 都指望得着 王呀 我被犹太人控告 就是因这指望 上帝叫死人复活 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 从前 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 拿撒勒人耶稣的名 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 既从祭司长得了权兵 我就把许多圣徒 囚在监侣 他们被杀 我也出名定案 在国会堂 我屡次用刑 强迫他们说诗读的话 又分外劳恨他们 甚至追逼他们 直到外邦的诚语 那时 我领了祭司长的权兵和命名 往大马昔去 王呀 我在路上 享午的时候 看见从天发光 被日头还亮 四面照着我 并与我同行的人 我们都赴岛在地 我就听见有声音 用希伯来话 向我说 苏罗 苏罗 为什么逼白我 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我说 主呀 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白的耶稣 蒙派到外邦全道 你起来站着 我特意向你显现 要派你作执事 作见证 将你所看见的事 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 证明出来 我亦要救你脱离百姓 和外帮人的手 我猜你到他们那里去 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拳下归向上帝 有恩信我 得蒙赦罪 和一切成性的人同得基业 阿基柏王呀 我故此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先在大马式 后在耶路撒冷 和犹太全地 以及外邦 劝勉他们 应当悔改归向上帝 行事与悔改的心相情 因此 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 想要杀我 然而 我蒙上帝的帮助 直到今日 还站得住 对着尊贵 卑贱 老友作见证 所说的 并不外乎众先知 和摩西所说 将来必成的事 就是基督必须受害 并且 因从死女复活 要首先把光明的道 全给百姓和外邦人 菲斯都说 说保罗 癫狂 保罗这样分数 菲斯都大声说 保罗 你癫狂了 你的学问太大 反叫你癫狂了 保罗说 菲斯都大人 我不是癫狂 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 王也晓得这些事 所以 我向王放胆直言 我深信这些事 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 因都不是在背地里作的 阿基柏王呀 你信先知吗 我知道你是信的 阿基柏对保罗说 你想小微一圈 便叫我作基督徒呀 保罗说 无论是小圈 是多圈 我向上帝所求的 不但你一个人 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 都要像我一样 只是 不要像我有这些所念 于是 王和秦府 并百尼基 与同座的人 都起来 退到里面 彼此谈论说 这人并没有犯什么 该死 该绑的罪 阿基柏又对非诗都说 这人若没有尚告于该杀 就可以释放了 我的 我 做死 我 相应 都